我們現在呢來試一下 剛剛我有一個PowerPoint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在這裡面想要叫進來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導入換針片 你就選擇你的PowerPoint 點到它 我就找到我剛剛那一個檔案 在這裡 你可以選擇你要匯入哪幾檔 假設我全部匯入 它就會出現在我們下面囉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呢 我今天講的 像我剛剛跟老師提到 我今天的主題是這一個 所以我就把這個當作我的片頭啊 拿下來 這樣是不是先講這個 再講這個 這樣老師有沒有覺得 做數位下來變比較簡單一點點 不見得一定要直播嘛 直播只是一種方法 那您就可以 我再穿插一下 放進來 講完這個 先看一下我們這個重點在這邊 現在我講一次 這樣是不是也OK 那OK 所以這樣您就知道怎麼把PowerPoint 打它叫進來 不過要留意一下就是 它叫進來之後 這個當作是圖片的 所以如果您比較喜歡 就是PowerPoint有做一些動畫的那種 就不太適合這種方式 因為做動畫它一開始是空的 對不對 或者是沒有顯示的 等於說您要先讓它全部出來 要讓它全部出來才行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看一下 您可以按一下儲存 這個時候它是它的專案檔 它有它自己的專案檔有沒有 很長 APP ROJ 好 您就把它儲存一下 看您要放在哪邊 那你儲存好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輸出 在上面這裡有一個叫導出 您可以看到這個導出裡面 有沒有發現它可以輸出很多種類型 那我們講過 視訊跟圖片是免費的功能 所以輸出了之後 不會有任何浮水印 那如果你用到右手邊這些功能 它就會有一個浮水印在上面 我先輸出成視訊 您看點它一下 預設 有沒有就是MP4了 那你就看是放在哪邊 你如果不喜歡這個位置 你就自己再挑一下 看你要放哪裡 就按下去確定 它就開始輸出 當然輸出時間長版 就看你的影片 還有這些內容的長版 預設的話呢 您看左手邊 也沒有發現 如果你是一般的投影片 沒有特別指定的話 預設一張是不是三秒鐘 好一張三秒鐘 那這個時間可不可以延長 也可以 好也可以齁 那我等它 待會呢 輸出完了 好沒關係 我剛剛把它取消了 我們看這邊 一般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三秒鐘 所以萬一如果說 你覺得這裡字比較長 我希望你閱讀的時間長一點 你可以把這個調長 那如果是影片 當然就看影片內容的長版 那如果你想要變成HTML5 你看 就直接變成這個 給老師看一下 有伏水印 跟沒有伏水印 是在插在哪裡 對 來我畫面先還給您 您可以先稍微試一下 等我這邊輸出來 我再給您看 這邊已經有了 我給您看一下 您看在這裡 有沒有一開始是這樣 我現在把聲音線關掉 有沒有換成影片 然後再過來 那它有個好處就是 有點類似那個 Evercam Powercam 您看下面 有沒有看到 每個投影片的位置 嗯 這些是不是都有一個點 對 所以這個 雖然是 像這樣子 那點過去 是不是就可以跳過去了 那有看到它的Logo了嗎 喔 對 但是也還好啦 因為它也沒給你收錢嘛 呵呵呵 對不對 所以這樣是還可以接受 這是如果你有使用到 所謂的付費功能的時候 會有這個 但是我們影片的部分不會有 就是這裡啊 如果我們直接就輸出影片 當然是變成網頁喔 我現在如果是輸出影片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 它就是標準的 就是一般的影片 都是沒有付水印的 都沒有付水印 事實上它裡面還有很多功能啦 包括它的什麼 它也可以錄製螢幕 也可以錄製我們的視訊 甚至它有藍綠幕去備的功能 就跟我們OBS一樣 可是它是也不小 對 它會提醒你而已啦 就是說你比如說 你現在用到的 是屬於付費功能 比如說你看我錄視頻 好 因為我現在那邊視窗 這裡不能用 它這裡啊 它其實就有一個 藍綠幕的去備 就是進去之後 它可以直接做藍綠幕去備 但是它會提醒你說 你現在用的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它說你正在用這個 可是這個限制就是我剛剛講的 功能沒有限制你輸出的時候 多那個付水印這樣子 所以也還不錯啦 它沒有不讓你用 或只讓你用三四天就半天 有沒有 這樣也還可以齁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